主要還是看 整個民意的走向 還有高雄市民的走向 我們市議員想要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高雄市民覺得怎麼樣 高雄市民是不是可以接受 韓國瑜在這個 當了一半的高雄市長以後 去選總統 這一切我昨天其實講過 還是要歸功於這個芙蓉王 就是說其實不是只有 這個世間議員是芙蓉王 整個民進黨都是芙蓉王 也就是說今天你中央執政 整個團隊繼續惡搞 繼續推離岸封店 繼續讓老百姓花兩兆的錢 然後繼續無視 老百姓公投的結果 也就是說今天我執政了 我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 我管你民生有多麼疾苦 管你將來產業要不要發展 通通不管 反正現在就是我拍板 我說了算 如果繼續這樣 而且繼續像這個王定義這樣 動不動就出來講一些 有的沒的 然後就是想要去黑韓國瑜一下 或者是中央跟陸委會 聯手起來卡韓國瑜 比如說兩岸方面 我就跟你穿小鞋 反正我早就講過了 民進黨視韓國瑜為眼中釘 他現在是民進黨最怕的一個角色 民進黨看到原本的國民黨的天王 因為這些天王的形象都固定 今天很多的天王都想要 朝韓國瑜的這個寒流來進化 變成說更清明 更能接地氣 可是終究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出改變 跟韓國瑜一樣 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 我很欣賞 他說這個政治的這些道理 前面一句我忘了 但是說唯真不破 唯真不破 就是說今天你政治人物 再怎麼化妝 再怎麼像這個陳其邁對不對 以前在立法院 我是你爸爸 這麼樣一種嘴臉 然後到現在他可以在網路前面 裝暖男 有一些選民也忘了他過去 是一個什麼樣形象的政治人物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就看 你現在也高升行政院了 你要在行政院裡面 你要幫高雄一把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願不願意資源下方 還是說因為韓國瑜 是你們最忌憚的對象 所以你們繼續給他穿小鞋 繼續把他當成童養席 不斷地攻擊他 那我跟你講高雄市民 就會有所覺悟 我們今天請了一個 非常勞心勞力 每天睡不到三個小時 這個身體越來越瘦 然後腰也受傷 手也受傷 韓國瑜這樣盡心盡力 在幫高雄的時候 可是我們看到的 中央的蔡英文都在扯後腿 那怎麼辦呢 我們高雄市民 就算有了韓國瑜 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指望 那怎麼辦 我們把它送到中央好了 如果高雄市民 一旦這樣子的想法 形成共識的時候 所以我說 韓國瑜要不要出來選 要看你們的佛龍王夠不夠多 民民黨的佛龍王越多 韓國瑜出來選的 可能性就越大 佛教有一個很有名的道理 佛光普照 對 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 再拿著屠刀亂揮亂揮 你們就會把韓國瑜 揮到總統府去了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 如果你真的還想要選 當然其實大家看得出來 世間議員剛剛表態 已經表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還看不出來嗎 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 當然她中黨的性格 她一定要說我繼續 擁護蔡英文 但是如果未來真的就是 只有柯P跟韓國瑜的時候 她已經講得這麼清楚 你們還要一定要逼她說出來嗎 我幫她講一下 這樣選舉 你哪不會進去的 絕對支持韓國瑜 這沒有什麼好講 如果蔡英文今天就像台北市的 邀文智的話 那她也沒什麼選擇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再逼她了 她心裡的心聲就是 當這個蔡英文 絕對沒指望的時候 我想她是會支持韓國瑜 如果慧琳對民進黨執政 以及對我個人的了解 你這一些偏差 已經到了令人罰主的地步 兩個人你支持柯文哲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這 因為我覺得 不是 你是支持柯文哲嗎 如果他只有兩個的時候 你支持柯文哲嗎 你要對韓國瑜的高度 或甚至過度的期待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理解 因為這表示說國民黨的心虛 表示國民黨就是完全人才匱乏 那確實韓國瑜是一個很好 很強的人選 沒有錯 可是我認為為韓國瑜好 我們為國舉才 應該是讓這個人才 這四年好好的幫高雄做 讓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歷練 未來可能2024 2028 他再來參選大會還不遲 我想這會是絕大多數 我們全國的民意大概這麼看待 還有我簡單講 剛才秀琳列了好幾位議員 包括吳敦麗 說如果這個提韓國瑜 吳敦麗講得最徹底 他說這個總統大會提名 他說是完全開放 對 我跟大家報告 吳敦麗一向是口是心非 所以千萬不要信他講 他絕對不是這麼講 大概從現在今天 今天大家你們大家全體一致 就是要拱韓國瑜參選2020的話 我想從今天開始 吳敦麗大概每天晚上都射箭拔 在晚上練飛鏢 都是練那個韓國瑜的頭像 因為如果吳敦麗是說完全開放的話 那他設一大堆機關 把一大堆暗記要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吳敦麗的話 我是認為不必把它當一回事 口是心非我們共勉之 上次主持人問王世堅說 如果每次出選你去登記 國民黨在投誰 你要投吳敦麗 對啊 所以王世堅一直相信 因為我要害國民黨 對嘛 所以王世堅是 但是他說 包含國瑜 他說完全開放 我就跟你說 他是口是心非 他怎麼講他就是為他自己 沒有擔心什麼 他就是要罵他口是心非 我沒有擔心什麼 因為他一直相信 他越罵他就會越出現 所以他現在一定要罵他 不是 我是說為國舉才 我擔心的是說 他那麼口是心非 好像按住到韓國瑜 不是 就是要韓國瑜2020 那你就來出選吧 其實不是 吳敦麗是口是心非 我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 我覺得世堅 你最近邏輯混亂了 沒有 因為你的心就是煩的 如果吳敦麗像你講的 設了很多暗器官 設了很多暗器 為了圖利自己 那你應該最高興才對 因為蔡英文能夠打敗的 國民黨對手只有吳敦麗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高興才對 對 我高興 所以他剛才他氣案投名說 完全開放 我才說那個是他口是心非 不過我要講 剛剛唐惠臨議員 所講的一些話 你說令你罰子 罰子 就是說他的那個誤解 我說你講這個 我佩服 為什麼 因為只有你才有這個 罰子的本錢 這個如果講到韓國瑜 都韓國瑜根本 根本沒有辦法罰子 要有討論 不討論 想要罰子 你也可以 所以我認為 你們剛才的講法 我要講我的看法 因為我臉書昨天貼了 現在也講韓國瑜了 我昨天其實跟王鴻薇 是同時有這個提 但是我跟黃鴻薇的想法類似 但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我借這個機會給大家報告 我其實不挺韓國瑜選總統 如果非有非常的必要的話 最好不要 所以我直到三天前 我對韓國瑜的 要不要選總統的看法 跟王世堅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一字不差 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到了前天晚上 我的想法改變了 那我改變的道理 我藉這個機會 我慢慢的講給大家了解 第一 會講到明年嗎 如果 我們節目有多久的時間 你不用擔心 如果我今天講的這一段 收視率掉下去的話 我下一次來的時候陪你 我跟你講 是這樣 如果柯P不選 那我這篇文章就撤了 這干我屁事 對不對 如果柯P不選 國民黨要推出利潤好了 跟小英對幹 我完全樂見其成 不管小英贏 或是朱立倫 或是吳東贏 我都沒有意見 跟他一樣柯黑 對 所以你們現在同一陣線 所以你要仔細講 你改變的原因讓他聽清楚 這一點他應該可以接受 我就是不能夠忍受 柯文哲變成總統 第二點如果柯P選要選 國民黨的所謂四個太陽 其實不三不四藍 哪有四個太陽 如果國民黨的這些準候選人 沒有一個在國民黨初選登記 那一個禮拜的最新的民調裡頭 打敗柯文哲 沒有人 沒有人有這個本事 可以打敗柯文哲 看起來因為個性的落差那麼大 要將來在剩下的選舉間 要打敗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所以你的災難到了 你的天要塌一半了 將來我們就是柯總統了 那個時候你要眼睜睜的看著 柯總統的時代來臨嗎 這個就是我改變我的想法 所以我那個時候 之前這樣有說服你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你對我們民進黨 我太沒有信心了 不是 不是 你等一下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那個最好是柯文哲不選 這個國民黨的人跟你的人對幹 這沒事 這個韓國瑜就乖乖的回去 好好的幹他第一任的高雄市長 大家都沒有意見 我樂觀契承 大家聽好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柯批出來了 而且他選了 而且他的民調一定 一直都居高不下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到了最後一個禮拜 國民黨的登記要截止了 還是這樣的話 我認為這一點我跟王洪威不一樣 王洪威說就韓國有 因為去美國訪問 也許營造一股旋風 回來以後大家忍不住 國民黨的基層 每個層次都焦力感起來 所以前撲後勇 就是形勢越來越造越強 那個時候韓國瑜就不得不選 這個看法 我跟王洪威有一點不一樣 我說你到了最後一個禮拜 國民黨贏不了 民進黨大概也甚至被邊緣化了 那時候怎麼辦 那時候我就建立說最後一個禮拜 韓國瑜就像你當初 也到台北想要登記 韓國瑜有這個前科的 你知道嗎 他也是到台北幾乎登記了 然後又跑掉了 要找一個藉口 對不對 你就類似 就是說點點 乖乖 正正 不需要賠 你都不可以妄想說要陪他 你不要陪 然後乖乖去登記就好了 那個時候沒有人怪他 大家都會曉得你出來登記的原因 是什麼 因為國民黨贏不了 所以你為了黨也好 或是為了這個國家 將來不希望有一個柯總統也好 為了沈富雄跟王世堅也好 對 都可以 你就登記了 然後給訴諸全民 大家來決定 大家來決定 我覺得這不思維 不樂見柯文哲 變成總統的唯一的一條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國民黨這些太陽 都是一個樣子 都是一副死樣子 你要逗柯屁那種人 沒有這個本事 民進黨就不用講了 因為你如果去分析他們三個人的板塊 的佔有的情況 民進黨要板倒柯文哲非常難 真的是非常難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 對柯屁還有對高雄選民 當然有一些真的難以交代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他們會亮景 但是你 我跟你講 現在世間議員沒有辦法回答 他們對你的挑釁 他們就一直問你 說你兩個選擇 柯市長 柯總統 還是韓總統 你沒有辦法回答 我就直接回答 他回答蔡總統 你都說我們蔡總統 我們蔡總統 如果蔡總統 你看他現在民調是低到不行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假定他這個情況 一直延續這樣 他被變原話了 這兩個跟你無關 你棄權也沒有關係 你投廢票也沒有關係 這兩個非得投選一個的話 你還是不會選 你在這裡 你選哪一個 你選哪一個你都很難看 對不對 但是我在這裡 我借這個機會 你建議你投廢票 不是 我借這個機會 我借直接向王議員報告 讓你寬心 讓你今天晚上可以睡好覺 我告訴你 我的臉書 每一次貼出一篇文章 如果跟兩岸有關的 不得了 對岸的五毛黨也好 或是對岸的一般的 就熱心台灣兩岸事務的 他們都會翻牆過來 而且在臉上是 都很狠 要打你 要討你 要殺你 我是綠區 還有罵兜罵兮的 說我們要打不要人 留島不留人 留島不留人 說很難聽 但是王議員 我今天向你報告 我這個文章 今天早上11點貼了 一個小時裡頭500個人 兩個小時裡頭1000人 裡頭對岸的網民 對岸包括五毛黨的人 過來的數目多不多 你猜 非常低 不到平時的五分之一 他們也過年了 還有那麼少的五分之一的人 我要考你 有幾個人挺韓國瑜 有幾個人同意我的看法 就是說到了那個時候 為了避免讓柯文哲當總統 我們不得不 或者是就是 韓國瑜是唯一的解方 我們來挺韓國瑜 大陸過來的網民 你覺得有幾個人挺這個想法 你猜再看 你猜就好 我對鐵木地區的民眾 我沒有了解 這個 他也有自外型小機不上 不是 不是 你今天這個回答 當然也很老實 你剛剛講的為真不破 現在韓國瑜講一個為真不破 其實我是不同意的 因為大家都真了以後 就只真必諜 大家如果都是說 老實在說 只真必諜 為真不破 只真必諜 你沒辦法回答 這個其實不好 你現在像你說 我對他們沒有研究 不了解 所以我沒辦法回答 這個老共聽到了 他們從今天起開始看你不起 你知道嗎 不 我不了解他完全之間 因為我不必去了解 因為他們沒有資格 對台灣子三道士 台灣的前途是我們 2300萬人的事 跟鐵木地區13億人無關 不是 你講話要有分量 當然我們走得有點遠了 我們回來要把 不是 你要讓人家看出來說 你是有分量的斐行專家 不 我不是斐行專家 你不能講說我 我是科學家 柯文哲的柯 好 言歸 科學家 我們聽聽看科學家怎麼談科學 言歸正傳 你會非常的驚訝 我告訴你 到我臉書的對岸的網民 聽韓國瑜的 一個都沒有 回去好好想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也很喜歡柯文哲 一個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一個都沒有 因為他們已經看清 韓國瑜的底細 看出他的根 看出他的源頭 看出他的背景 看出他的想法 他們怎麼講 他說韓國瑜這個人 我們罵不得 打不得 甚至還要給錢 光是喝酒都還不行 就是這個人難纏 你知道我意思嗎 阿共會覺得這個人 在蔡英文 在朱立倫 在其他胡同意 跟韓國這個人 在北京的感情 這個人想派作會 這個人想派敵 所以卡山尼這個標準台獨的 大將鐵桿台獨的立場 韓國一定免得很擔心